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丽颖拿飞天后续 人民日报发文 字字不提演技 剧剧都很现实 上一周最为热闹的 一定要数飞天奖颁奖了 哪怕现在过了一周了 热度还是没有退却 7.1亿阅读量 彻底引爆了网络 赵丽颖哭了 粉丝高兴 黑粉破防了 刚刚有网友发现了人民日报 也跟进报道了这一件事情 虽然篇幅不多 但是每一句说的都很犀利 前面篇幅提到了优秀的电视剧 人世间县伟大院等等 到了评价演员的单元 就说到了赵丽颖拿事后的事情 赵丽颖表示 时代的东方给了许半下好运气 未来她本人将继续关注各行各业的人 深耕现实主义题材创作 字字不提演技 剧剧都很现实 短短的几句话 也代表了主流媒体的认可 众所周知 电影电视剧类的奖项很多 但是每个奖的侧重点都不同 比如白玉兰就是地区奖励 比较青睐上海的影视剧和演员 上次的繁花横扫各大奖项就说明了问题 而飞天奖是很主流的 ZF举办的奖项 一般情况下都很难拿 代表了主流对于演员的认可 也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和激励 有不少的网友们为刘玲和杨荣感到可惜 也为没有提名的樱桃 王子文 陈锦等人惋惜 但实际上 电视剧的奖项并不仅仅是演技的比拼 也包括电视剧的利益 主旨 精神等等 风吹半下又红又专 展现的是90年代女企业家的拼搏和奋斗 赵丽颖出演的伴下大波浪卷发 敢想敢干 白手起家做废品 后来到钢铁厂生意 在很多男人主导的钢铁产业 都创出了一番天地 她在时代浪潮中生存并寻求发展 立足于女性的成长 是很有意义的 从赵丽颖那飞天也能够看出 以后电视剧要努力的方向了 赵丽颖拿奖 在如今的85花阵营中 目前她就是第一梯队了 唐嫣有电视剧繁花的加持 而刘诗诗和杨幂这几年就落后了很多 不仅如此 赵丽颖还打入到了电影行业 凭借第20条拿下了百花女配 已经开启了双赛道的路程 然而 这还不是结束 而是她的开始 今年的国庆档 赵丽颖合作《萧央》 还有一部现实主义电影《浴火之路》上映 看样子 又是一部拿奖的片子了 她的机会真的太多了啊 目前 她的咖位已经把其他的85花甩开了一大截了 2. 赵丽颖新片悬疑大揭秘 揭开乔妍心中深藏的秘密 电影圈又掀起一阵热潮 赵丽颖与新之类的联手之作 乔妍的心事即将以惊艳的姿态 亮相第37届东京电影节 这不仅是她们个人事业的右翼巅峰 也是中国电影在国际舞台上的一次重要展示 这样的盛世 不禁让人感到心潮澎湃 期待她们在荧幕上带来的精彩表现 影片的定档日期是10月26日 这个日子在许多影迷的日历上已经被圈定为必看日 女性悬疑大片的标签 让人不禁联想到那些充满紧张气氛 扑朔迷离的剧情 观众的好奇心无疑被彻底激起 想象一下 赵丽颖饰演的乔妍在光鲜亮丽的明星生活背后 暗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 失联多年的姐姐突然回归 似乎预示着一场关于家庭 情感与自我认知的深刻探索 电影改编自张月然的小说大乔小乔 这种文学作品的改编通常充满挑战 既要忠实于原著的精髓 又要为观众带来新鲜感 导演赵德印在这方面的把控尤为重要 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良好的平衡 将是影片成功与否的关键 乔妍的故事不仅仅是个人的成长史 更是对社会家庭关系的深刻反思 在这个现代社会中 许多人都面临着来自家庭与自我之间的矛盾 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无疑是影片所探讨的一个重要主题 对于赵丽颖来说 饰演乔妍这样的角色是一次全新的挑战 她在许多影视作品中展现了可圈可点的演技 无论是古装剧中的英勇婉约 还是现代剧中的都市女性形象 都让人印象深刻 然而 这次的角色似乎更为复杂 面对失联多年的姐姐 她需要表现出一种内心的矛盾与挣扎 赵丽颖如何将这些情感细密的传达给观众 将考验她的演技深度 与此同时 辛直磊的角色同样引人注目 作为一位实力派演员 辛直磊在繁花与秀春刀2 修罗战场中均有出色表现 她对角色的礼节与演绎能力受到了广泛认可 这次与赵丽颖的搭档 给了她一个展示不同角色侧面的机会 她的表现将如何影响剧情的发展 值得期待 影片的悬疑性是吸引观众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观众的注意力越来越难以保持 如何在紧凑的剧情中 持续吸引观众的眼球 考验着编剧与导演的智慧 每一个细节的安排 每一次情节的反转 都需要有足够的逻辑 支撑与情感渲染 以确保观众在观影时 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想象一下 影片中的某个关键时刻 乔妍在面对姐姐时的沉默与犹豫 或许这不仅仅是角色之间的对峙 更是对她内心深处恐惧与渴望的一种外话 这样的情感表达 往往能够引发观众的共鸣 让每个人都在乔妍的故事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电影的成功不仅依赖于演员的表现 导演的掌控 更需背后团队的努力与创意 在当下的电影市场 观众的期待与压力并存 每部作品都在争取更多的关注 如何在这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除了内容的深度与创新外 市场营销也显得尤为重要 影片的宣传策略 海报设计 预告片发布等环节 都是吸引观众的关键因素 随着电影上映的日期临近 网络上关于乔妍的心事的讨论愈演愈烈 影迷们纷纷在社交平台上 分享对影片的期待与猜测 甚至开始分析影片可能的剧情走向 这样的热情 不仅反映了观众对影片的关注 也体现了对赵丽莹与新 直累着对搭档的喜爱与期待 当然 作为观众 我们在期待影片的精彩时 也不妨多一份理性思考 每部影片都有其独特的表达方式 与思想内涵 如何在欣赏的同时 去理解导演与编剧想要传达的深意 才是观影过程中的另一种乐趣 也许影片中的每一次情感碰撞 都是在提醒我们珍惜生活中的每一份真情 随着10月26日的临近 观众们的期待值不断攀升 我们不妨在这段等待的时光中 思考一下 在这样一个复杂而多元的社会中 我们如何去理解与面对自己的家人 乔妍的故事或许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期待着这部影片在大荧幕上的表现 也期待着它能引发我们对生活 情感与自我认知的深刻思考 你是否也在期待这部电影 想知道乔妍最终会如何面对它的过去与未来呢 你喜欢赵丽颖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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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